此生的游者会知道在林址有一座小小的古城叫做太昭,这座小城的名声远不如大峡谷等名之景点,甚至不如其旁边一座叫做中流砥柱的和中巨石, 偶然会有藏兮兮的藏北车辆从这里针出来,暗示着这里有一条石通石段的道路,道路的另一头,就是太昭,从山路上俯瞰太昭本文,图去为灵光让势从北方来的名和藏语叫娘曲,和发源自米拉山的不求和以锐脚加击一个半岛,太昭就在半岛的尖端,其宽厚的背部与群山相连,茶马古道横跨古镇的背部, 向北岩娘去进入深山的道路,通向那渠地区加里险,再到那渠地区落龙县硕都镇,到昌都地区,茶了,过金沙将进入四川八堂,礼堂,抗定,这就是清代入藏最主要的通道,在吉盛期太昭则是入藏的重要枢纽,有清军和两台驻扎,汉族人口据说达得数百人, 民国时期更曾一度成为西抗省的太昭县,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让太昭增添多少神奇,村里几乎看不见人,茫有茫然,漫步街头,这里的藏室房屋里面都做过统一的整修,看来如同鸾身兄弟翻一模一样。 根据刘三廷所编写的太昭县制来看,百年前的太昭东西长,南北侠,如一勾连,南北一街,人民八十余库,环绕而去,就有套雕述处,可见太昭的格局没什么改变,太昭之得名,据说事情莫名将赵尔锋带兵入藏,和马太昭即将统一全藏,才和他的同胞们,只有一次一次在灯火下摇动千筒, 默默祈祷,看看冥冥中落下的是什么命运,那信如文族的小字,语言不详,神秘渺然难测,他们惶恐的读,勉强的把握着自己飘摇的命运,民国更成民已九四零年,命图多转,长下二女子即感殿寺,甘丹寺和尚与香细而亡,爱困之计,性蒙天恩神会,富蒙民主处长,因为驻葬办事处长,国念困苦不堪, 习施教学,天香一路不就生计之吧,起今年已六十有七,老病多弱,恐有骨刺,无从靠着,心惯一切,只有一小女,年近二十,深爱绿弱,不肯长大,献脱带亲友良成动之照, 这封书信,可能是马文财最后的文字,在这封江达小学教员马文财陈述长陈述命图多转的书信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残屎,早年丧父,胸长弃之不顾,被继母抚养成人,犹斩后跌遭战火,妻子儿女除幼女外接过世, 从文字来看,这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我竭力的想象他如何在邮局二楼的小课堂上讲授汉语,但是我想不出来,马文财以化作青烟,几天之后,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们极为巧合的读到了民国时代小学课本的影印本,没有办法确认这是否是马文财所使用的课本,但其中却是有鱼,有鸡,有哥哥和弟弟,这课本似乎一篇一篇,都是为马文财所写,汉人墓地就只在一次, 我们走出了太高干燥多时,的庆轲前,向未忘去,眼睛一堆一堆反乱的石块,就是汉人的墓地,没有墓碑,马文财和他的同胞们就过在这里,他们的孩子曾在这里奔跑,为港飞扫墓,走过不知名的墓地,回到家中,好哥哥,好弟弟,手牵手,同回家,墓位儿,借书包,邪儿入室,从这里向西, 到尽头的鹰鸽嘴,重新跨上古道,超然凌空十几米,脚下就是碧绿的河水,道路往前一直延伸,应该会,一直延伸到传说中的鹿马饼,我们于是回头,再次来到悬崖边俯视太家古镇,看到了关定样的废墟和那两棵大树,就在竹火边,马文财窑洞千桶,夜里他睡觉时,再次梦见了母亲,竹底下,有真, 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起前,取真穿线,为我缝衣,如今的太招街头,之时,忽然收到慈禧太后的撤军命令,赵二封张太一声,引军而去,由于在这里收到了太后的撤军诏书,所以请名为太招,这个故事中赵二封眼然是悲剧英雄, 慈禧太后则一如既往,的扮演了大白桥,太招变得犹如岳飞联收十二道金牌的朱贤镇,从而充满了公败垂成的卑质色彩,但这故事也是错误的,赵二封入藏是一九零九年,当时慈禧已经来在了青东陵, 太招这个名字,不过,是在此社县的民国将领尹昌恒的字而已,只不过正是这位尹太招先生尹昌恒,在革命中当中砍掉了赵二封的脑袋,可见赵二封与这座古镇的悲情,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又回到了村头,校镇已经清其所有,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虽说驻藏大臣冰凉,1784到1847年曾口气急大地写道,不负满荒行万里,中华无此后河山,但我自下转摩,或许是从太招西去如拉萨的古道上,将翻越一万三千余尺的马路里,说风凛冽,冰雪四季,偶有风雪,行之鸡血,与之相比,这里真可以算是个平静的小天堂了,太招展览馆在古街上, 太招古城展览馆的大门为我们敞开了,这栋建筑仿佛是一栋雕塞,或者是监狱,太招人将那些遥远的记忆锁在其中,这里的主要囚犯是几块圆滚滚的石头, 我身边的一块清晰的刻着,光是二年的四月初五日故清显比松坛中营炸兵张工会永禄之墓校女称,涛,宁销,这一块墓碑来自一个原本驻扎的松坛,后进藏的青军士兵, 他死于光是二年级一八七六年,张永禄先生或许已经在太招生活了不少年,最痛心的事情,大概是临终时没有儿子送葬,只有两个名叫春桃和宁秀的女儿,或许后来了也嫁给了当兵的, 还有一块,光是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生时历,清古兰富玉衡之墓,看名字可能和绝大部分驻葬大臣一样,是一个满足,如此这般的墓碑共有六块,都来自后山的清代古墓群,此外,这里还有末代驻葬大臣,连玉,所下发,第一枚标准木制凉斗,全清帝国范围内一制,这枚木斗制作后石,金凉, 看起来再用一两个世界也没问题,展览馆内的清代墓碑,仅仅想凭借几块墓碑,一面两道,还有几张模糊的相片,我无法重建几百名中原人曾在此生活两百年的痕迹,这里曾经不带有男人,还有女人,有士兵,还有商人,所以应当有精巧的八仙或哈真仙活,有春莲,有粗瓷碗,有汉白玉和清玉的烟嘴, 有八仙和铜钱,有大量老相片,如此种种,则可以大致想象出当时的场景,但如今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只有几枚墓碑和一枚凉斗,展览馆的他们大爷对历史没什么兴趣,他似乎是一个奇石收藏家,如同活佛一般,指定给我们开那一块块奇石, 这些石头的形成自然远早于太招,的确,原来留下的痕迹和自然的神功比实在,是太淡,太浅了,学者们一般将太招作为一个异战的形成上述的乾隆十三年,据审料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铸扎在家里的清军一入江达,在此设置了两台,把总和外围,率兵以自镇守, 也就是说,从乾隆十三年开始,太招就成为了清军入藏陆上的一个要塞,这里设立管理军粮的官员两台,还设有把总和外围等低级五官,进藏陆上,转军和寸储军粮恐怕是太招最重要的职能,从清代开始,一直到十八军入藏,莫不如此,直到今天,太招还有一户人家名叫朱莉安芒波, 意思就是秦克仓库,乾隆十三年是平凡的一年,当年还内生平,波澜不新,人民大学经史所的高王林教授有一本学术著作,就叫乾隆十三年,据他研究,乾隆帝在这一年遭遇众多不顺心之事,最后被迫放弃了回复三代之志,也就是儒家理想中摇顺与时代天下太平,世界大通的理想,不管是否如此, 乾隆帝制下的帝国机器,依然在右条不往的运行,这条经过太招的道路在康熙,雍正年间已经不止一次见证过军队的远征,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军还要不停的从这里走过,去平息西方摄政王朱尔莫特纳穆扎类的内乱,去打击入前的库尔卡人和杰奥不宣的波利王,军人要在此驻扎换房,粮草在此雕歌分配, 公文在此传递,一马严格按照规定的速度飞奔在这条线,路的两端,北京和拉萨,这两端微小的颤动,都会引发整条线路的剧烈抖动,虽然从这里相信, 还有墨竹公卡,还有拉萨,甚至还有姜茨,吉隆等真正的边界,但太昭更像是世界的尽头,漫长的沉迹中,军队继续轮换,驻葬大臣往来与道路,悄悄的证明,清帝国的神经依然在万里之外跳动,骑士兵依然在夜间捶点巡逻, 1909年,由海关税银河借款,购买的新式步枪,电爆机,机关枪和轻型加农炮武装起来,实现准进大化组织的川军于1909年大举建造,清帝如阔竹占领拉萨,高歌奏凯之际, 突然听闻皇帝已经顺畏,他们效忠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全面崩溃,分头崩溃,其间遭遇惨不认言,当时成就那一本奇书交也成梦,那些留在江达的汉族人,顿成移民,而就在历史的灰烬中,小人物们的名字隐隐复现出来,82岁的老者仁清贡部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找到了这里最老的一位老人, 叫做人清贡部,82岁,他生于1933年,这位老人裹着深蓝色,藏袍在院场里坐定,很有些老乡入定的意思,他的回忆也是上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为主,那个时候,我们有格萨尔拉康,机关地庙,格萨尔是黄脸的,张胡子到胸口这里,穿着藏袍,是站起来的,除了格萨尔,还有他的四个手下, 甘马因,赤东,因,丹马因,埃古吉本因,每年一次,汉族人会聚起来过节,把格萨尔的刀这个样子竖起来,老人比划着手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川腾真,对民国基在汉人社会做过一项研究,在民国时期,单刀会等仪式,在拉萨汉人社会正行, 全体汉人在每年下议,五月十三月相聚于工地庙,庙会名为十三单刀会,一位关公的魔刀神会,在会上除了公拜关公之外,也商议一些汉人群体共同关心的事,太招的单刀会与拉发等的应该大同小异, 我在采访本上花上了一品关老爷的青龙眼月刀,指甘刀剧三国演艺的记载,又名冷艳剧,刀长九尺五寸,重包十二斤,看过三国演艺小人书的人,不可能不记得这甘长刀,观看新版本的单刀会中,关老爷身边正是这把大刀,大将东去浪千叠,隐移着数十人架着这小周一夜,钢刀, 老人突然冒出一句标准的汉语,他实际定定的指着我画的青龙眼月刀,仅存的两颗牙齿笑得摇摇欲润,或许我听错了,或许他说的是公刀,但是确定的是,太招汉人所过的单刀会中,供奉的的确是官邸老爷的青龙眼月刀,老人将是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们极为好奇,我是在汉人的学校里读的书呢,1941年1月, 小学正式上课,地点暂时设置在邮局,齐老师是邮局看守人,六期有期的马文才,资料,记载,马文才的薪水未藏一五十两,他愁愁满志,打算一展身手,课本最初使用的原有的基本旧书,熟中经,校经,百家姓,毕子规, 这所学校的开设归功于当时的西藏办事处处长,北大学子,乌四青年孔庆东,这位五次运动的亲历者发现,超都,太招当得的汉族人,多一曲土附生子女,其子女且不懂汉语理,长辞以往,藏族和汉族必受英国人之蒙蔽,开设学堂是在必行, 后来,空庆东又拖进藏了汉族法师购买了出小衣,二年级国语教科书各百册,据民国蒙藏委员会,近期刚刚公布的存当资料表明,首批入学的小学生共十五名,我们学的课本啊,还记得一些,老人缓缓的念这几个汉语词,一,于,他顿了一顿,又说,哥哥说,弟弟睡觉,发音清晰,略有四川口音, 我甚至一度觉得是南京的口音,例如他把哥哥读成了果果,他满脸调皮的笑,我很怀疑这并不是课本上所叫的内容,而是七十年前学童们编着玩的俏皮画,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离清帝国崩溃,已经有三十多年,当年被清军带到这里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他们或者融入了藏族之中,或者死去, 或者无声无息的回到了内地,人情共不所见的,正是小镇汉人盛会的最后时刻,清帝国灭亡三十年后,这个帝国最遥远一战的一年中,于迎来了其日落时分,我们的老师叫果果莱迪,他年纪大了,在游点局里给人写信,他家就住在观亭尿那边, 就是现在沾蓝管的位置,都是他的院子,他管这个灵抢园子,老人想了想,突然灵火一闪,还有啊,他是汉族的官,官的名字叫香烟,我们听的如罪无如物中,香烟是个什么官职,果果莱迪怎么听,也不像是汉族名字,果果就是哥哥, 当地藏族一般如此,爱汉与善汉族人,及某某哥哥,日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王川教授,所引用的民国史料,终于发现一些重要线索,骂文才,祖籍四川大县,清军车退后,一度依靠早年汉术官第五妙箱子就是香火钱,年种轻科的一块来生,后来在改校政府的邮局担任书记,还发现有史料表明, 1940年10月,马文才是韩孔庆宗,请求族有官地妙旁土地耕种,以旧家口,年迈老人,公平妙旁居住,带血县,是小学的老师,四眼无一不符合,我们终于确认了,果果莱迪就是马文才,香烟的问题也获得了解决,马文才曾担任汉人宝藏制度的统领相约,有汉人领袖的权威, 但除了马文才,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想当爱中其他名字,与老人口,种的那些哥哥对应起来,我们安静的听老人说的那些陌生的,遥远的故事,哥哥麦子因或者哥哥哥麦,因是做粮粉的,皮,气不好,人亲共不,他们这些孩子,喜欢用木羊炮时的乌尔朵扔石头撒他家的小门, 哥哥麦子,就会点着菜刀路冲冲的杀出来,打群架时,他也总是挥舞着菜刀,似乎他和菜刀成了亲,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就是菜刀,热血的果果麦子死在江达,埋在后山,工地料一绝还有更多,哥哥御素因是做衣服的,哥哥次宗也年纪更大,一看守官地料位也等等,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停留在太招的汉人已经降低到个位数,熟同生物的种群,但其数量降到一个极限之后,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他们远离了故乡,也远离了动当不安的二十世纪初夜,如果不在这里,他们会在四川河闪现迎来怎样的命运呢?其中的祸福谁又能分解清楚呢?我们的翻译财富洛洛有些恍惚,我们的翻译财富洛洛有些恍惚, 他回答道,我也更知道,老人说了,我爷爷的爷爷就是哥哥莱迪,我是他的后人,我的祖先原来也是个汉族人,我们打算告别,老人忽然摆出了一个摇动块筒的姿势,再次露出了微笑,他老麦的手摇啊摇啊摇啊,虚空之中有一根筷子似乎伸了出来,老人连起来,上下读了一下,然后递给我,我瞬间明白了,这是汉人 我们的球签,格萨尔·拉康里,有这个呢?拉萨巴马日的格萨尔·拉康也有,一模一样的,我眼睛发热,心中空荡,低下头去向老人告别,加山万里,马文